为什么自然放下呢 因为一切法都是虚妄 不是真实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 不但包括身体 齐心动念那个念头 念头我们讲心啊 心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身心实际一切方向 约定不执着 这才恢复到清净心 清净心是真的 它不会变 清净心是永恒的 佛法里面讲 常住真心 这才是自己本来面目 禅宗里面 残旧的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目 真心就是自己本来面目 所以此地讲呢 无观到真知 没有智慧 没有把这个世间真相看清楚 大制度论语 在佛教经典当中 是一部很重要的论点 这一部大论 在古印度繁文典籍里面 分量相当之大 听说有千倦之多 中国人一向喜欢简单 就怕麻烦 所以 以今的大师 为了在中国弘法 不得不讲大论 也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形 把它戒要翻译 并没有完全依照凡文翻译出来 但是只有粗分 就是第一分 完全是详细译出来 后面都是曲奇经养 择要的翻译 已经有一百月之多 那么这一部论点呢 是摩护般若般若密经的筑记 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叫大般若经 跟那个大般若还不一样 大般若有六百卷 这个是四十字 摩护般若般若密经 一共有三十卷 是这一部经的筑记 在般若部里面 相当的重要 古德讲经故经 引用大制度论里面的文字很多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 在大论上说 有这两种见解 也就是这两种的看法跟想法 都是此案 此案也就是像经常讲的 轮回记 六道轮回的之间 不是佛菩萨的之间 佛菩萨的之间 正知 正间 这两种见解 都是错误的 那么说有无 这是举一个例子讲 举一个例子 有无是相对的 换句换句换句 凡是相对的间接 都是轮回间 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 人物是相对的 真望是相对的 善悟是相对的 那至于大小长短 都是相对的 凡是相对的 反而是这些见解 都是轮回意 也就是情实的之间 真如本性里面 一念不生了 哪有对立的 没有对立的 所以必须两种执着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 相对的两边都要离开 两边离开 心清净了 就是像古德家 本来无一无路 心清净 清净心超越轮回 轮回就没有了 为什么它超越呢 因为轮回是从望心建立的 相对的之间就是虚望 这样才有轮回 所以心恢复到清净 轮回就没有了 六度中不失失业 若不失业 则不利此境 众生不肯失业 无观照正知 菩萨修六度 六度是菩萨日常生活的守则 必须遵守的原则 有六条 这六条里面第一个就是不失 第一个就是不失 实在说 这六条要是把它归纳起来 只有一个不失 不失里面有三种 有财不失 有法不失 有无微不失 实际 忍辱 可以说是无微不失 精进禅定般若 是法不失 所以一个不失 就把菩萨的行门 全部都包括 所以这个不失 非常非常重要 不失的真正的意思 不是叫你在寺院安堂里面 去学一点钱 不失了 你要是这样看法呢 完全错了 不失是失 是方向 比如前面讲的 有无二间 你要把它失掉 那失就是不失 如果不失 如果不失 有无二间 如果不失 像本经所说的 母相 人相 众生 相 受者相 那就是凡夫 决定不能够失 出离六道 出离六道 一定要失 一定要放下 菩萨修布施 也就是放下 也就是失 失 失 失到五口失了 连那个失 也不能要 还有失的观念 依旧不能出三戒 失的念头都没有 也要把它失掉 这个样子 才永脱三戒 此地这个戒 三戒 三戒就是轮回 众生为什么不肯写 也就是说 众生为什么放不下 因为他没有智慧 没有看破 换一句话说 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不清楚 不明白 如果真的明白了 不需要佛菩萨来劝你 你自自然然就放下 为什么自然放下呢 因为一切法都是虚妄 不是真实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 不但包括身体 齐心动念那个念头 念头我们讲心 心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身心世界 一切方向 约定不执着 这才恢复到清净心 清净心是真的 他不会变 清净心是永恒的 佛法里面讲 常住真心 这才是自己本来面目 禅宗里面 残旧的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目 真心就是自己本来面目 所以此地讲呢 无关道真知 没有智慧 没有把这个世间真相看清楚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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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音乐本来明天